好像在新竹市区里头 这里有一家烧辣店 老板是驾刚的香港人 过去在香港做烧辣做了十多年了 现在移居到台湾的新竹之后 把香港烧辣的做法 原汁原味带到台湾来 店里头的烧辣每天现烤现卖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这款的烧鸭饭 外皮咬下去相当酥脆 里头的肉又相当的多汁 因此每到了用餐时间 门口总是大排长龙 就在那一家大家都去那一家 前面有家还不错烧辣店在那边 那一家好吃啊 那一家每次都排队 门口常常排队人龙不分男女老少 新竹在地人最爱的竟然是这一笔啦 带着浓浓香港味的烧辣啦 瞧瞧店门口师傅的手可没听过 光听着哆哆哆的声音 就让人食指大动 我通常都点招牌 因为它招牌会有四种 然后它的油肌也非常好吃 它的油肌很软嫩 然后它的烧鸭也是太好吃了 因为它的它整个鸭熏得很入味 香喷喷的油肌皮Q肉嫩 油亮亮的叉烧皮酥肉多汁 到底香港的好味道 原来这老板就是真正的香港人啦 我用的鸭比人家快一点点 为什么要不要回的鸭 因为我要挑好的 来台湾将近二十年的香港人古建光 讲起国语来还是有浓浓的广东腔 在香港做烧辣十多年 把原汁原味的烧辣做法全都带来台湾 选择肉制好的宜兰北鸭放进传统烤炉里 用大火慢慢熏烤 烤好的鸭子晶晶亮亮像会发光 外皮酥酥油油 切开后肉汁就这么流血超juicy 特别是这里的白饭还会淋上鸭肉汁 让美丽米穿上黄金衣 带着肉香的白米让人好爽脆 主要跟香港人是那个感觉味道都很香 然后他们的鸭腿真的吃起来很难的 它的那个皮是超脆的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它的那个鸭腿饭 那它的那个鸭腿汁多 汁里头含汁还很多 还有量还蛮大的很够 所以超好吃 还有它的那个烧肉 烧肉那个皮是烤得实在非常的脆 非常好吃 其实它都是蛮道地的 它这边都非常好吃 另外一样来自香港的好味道 就是正宗港式叉烧 要选肥瘦比漂亮的梅花猪肉 这个没有传说有点带点肥的 这个带点肥的才好吃 所以这个白白的油这样带点肥的 这样烤起来比较好吃 对比较软 用绍兴酒提味去腥 洋葱蒜头是基本班底 最特别的香港做法得加上它 女生最爱的酸酸甜甜紫苏梅 让叉烧带着特别的香味 最后把所有酱料和梅花肉 来个亲密的马鲨鸡才算完成 我们从香港以前 做很早就做这个了 过到来台湾就改不了行 所以这个酱料就是香港在里面 对对对 它烤起来就不会穿 烤起来就不同了 为什么要不穿 它的味道不同 没有参加几十倍单的不同 烤好的叉烧肉就是有股特殊香气 不只香气足 外皮焦香酥脆 肉又多汁 让人甘愿费力排队品尝 它这边常常都会排到一二十个人 都会排一二十个人 我都还愿意 因为值得 它这边吃了以后 你会想再回来吃 因为它这边的东西都不会很 吃起来都不会觉得很干 有的时候你这种烧辣的东西 会觉得干干的 可是它这边都蛮多吃的 就是我舅舅介绍的 介绍然后我们就一直常来吃这样子 就幸福蛮多在地的吃 对对对 它每次都要排队拍很久 没想过新竹在地人大推的美食 竟是飘洋过海的 香港烧辣味 最名了美食无国界 好吃就是王道呢